这拳不像其他一般运动重视肌肉发达 而是追求全身和内脏各重要器官的健康 这只要求练习的人 每天早晚约七到十分钟的练习 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 一人或多人都可以练习 这一点是极少其他运动可以比拟的 一人或多人都可以练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约在宋代末年 武当山有位修道之士名叫张三丰的 他曾因观看蛇鹤相斗的动作 而悟出了一个以柔克刚的观念 从而孕育出一套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运动于武术 他又把老子所说的以天下之至柔 持成于天下之至刚 以及孔子的中庸之道融合于健身于武术 而这也符合了现代的物理、哲学、心理方面的观念 下面是一些在练习太极拳时的基本要领 下面是一些在练习太极拳时的基本要领 一、头部要保持正直及全论所说的顶头旋 二、双手及双肩都要放松 三、双足必须平贴地面 四、全身放松 五、呼吸时气沉腹部 六、双手双足皆随腰胯而运转 这样可以使全身完整一气 七、要一动无有不动 肢体不可个别运动 三、二、双手双肌 百分之路 二、双手双脚 四、双手双双手双肌 四、双手双的双手双昌 是双手双到樽部 都要俄双手双则 二、双手双手双肌 四、双手双手双手 王子双手双小� mic 眼神平视,身体要保持平衡,舒适,自始至终,动作迅速要均匀平稳,全身重量要放在一只脚上,坐好中定。 郑先生形容练习太极拳,要想象似在陆地上游泳,心意只要如此想法,这样就可以培养肢体的协调能力和灵敏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